大年初三 新年快樂又來到 江柏勒老師的時間 開運時間 我們今天生肖大概前面就講了 今天把他全部都一次告訴大家 還沒說的都跟老師 那我們初三跟各位介紹的生肖來講 第一個 生肖屬蛇的 生肖屬蛇尤其是女性來講 今年工作上有工作晉升的機會 步步高升 女生喔 男生呢 那男生沒那麼好 就是百運亨通 那錢財亮露為初就是 沒有洗帳加洗 但是我們可以說 正常來講的話 在新的一年裡面生肖屬蛇 女生的工作運勢會比男生好 所以工作晉升機率就蠻大的 但工作要好的話 那老師當然建議就是說 工作上執掌上有關 可以擺個開運族 開運族因為族節 代表節節高升 或是你也可以到文昌廟 或所謂葵星剃頭的廟 求這個葵星爺 求一張符回來 隨身攜帶或放在辦公室 書桌的地方 包括男生女生 那工作指導上來講 想要步步高升 剛才我們提到說 除了放硬張以外 也可以放所謂的開運族 節節高升 那也可以放老師像的文昌筆 都可以用得到 了解 好 那下一個是屬馬的 屬馬的防無鬼 足有小人傷害 所以 小人傷害 但是呢 關於如果是要讀書的 要考試的 碩士要考博士的 或是博士要再考 或是怎麼樣的話 那考運亨通 今年運勢 讀書運考運都還不錯 生效屬馬 好笑 對 那如果一般的人 他不是考試的話 那就要防所謂的小人 什麼行業的 會再也還不錯 屬馬 其實屬馬來講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說 你是要考試的 考運的會比較好 那如果不是考運的話 就要防小人 因為 無鬼也代表小人 無鬼會運財 運財就是把你錢財 摸走 所以犯小人 跟防破財也要特別注意 所以就是 單獨考運冠軍 就是算是屬馬 對 那我們講說 馬有三個生效可以合的 就是說你生效屬馬的話 團結力量大 你可以配戴老虎的吉祥物 或是狗的吉祥物 或是今年就可以放一個 狗的所謂的吉祥物 在你的桌上 辦公桌書桌 床頭或是某個地方都可以 或可以配戴小信物也可以 OK 好 好 再來 再來生效屬猴的 逸馬文昌 這樣聖皇破財 耗財 逸馬文昌的時候 生效屬猴的話就是說 如果小孩子要到國外去求學 逸馬文昌代表是出外遠行 所以生效屬猴的話 在新的這一年裡面 就是說 可以到國外去讀書 包括說 離開家鄉 離商背景 那會有不錯的 所謂一個 考運讀書運這樣子 所以發 那他事業的呢 如果是生效屬猴的話 你比較關心小孩子 其實事業上來講的話 生效屬猴你要知道 就是去年來講 前年屬猴的跟屬老虎 運勢不是很好 但他去年已經屬猴的 財運非常的旺 但物極必反 會由旺走向比較弱一點的 所以財運整體來講還OK 但是要小心耗財 耗財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 無妄之在破財 或是說本來你投資 前面可能賺了幾百萬 你想說 那我賺了三百萬 那我乾脆加碼六百萬 結果六百萬就不見了 就耗損三百萬 所以要 不能趁勝追擊 就剛好就好 好 那最後一個生效屬猴的 屬猴的今年 年風喜事精神爽 屬猴的男生女生 今年來講 有所謂的桃花心 所以如果說未婚的男女 屬猪的話 那就可以吹桃花 那如果想要偷吃也可以吹桃花 那怎麼吹桃花很簡單 後面那句 不太理想 但吹桃花 那你可以講說 人家搞不好是喜歡男生 對不對 那女生搞不好喜歡女生 不想 那怎麼我們教你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看完 不要轉台 好 男桌女又意思是 男生正常吹桃花 右邊 帶往女生 我講是未婚的男女 如果說你想要偷吃 想要 我在這個學習範圍內 那未婚的男女 或是想要人際關係好一點的話 可以在床頭的右側 插一支玫瑰跟一朵白 那如果他床的右側就是牆壁了呢 有可能的事情 就靠牆放嗎 沒有應該 現在很多小孩子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沒關係 居家有四個桃花味 正東正西正南正北 如果這樣的話 可以在東西項各插一支玫瑰一朵白 或是在南北項各插一支玫瑰 對相對應的地方 一個插白和一個插玫瑰 不是 都有 正東西 在正東方跟正西方 各插一支玫瑰一朵白 在正西方各插一支玫瑰一朵白 兩種花都要放 好 好 再來吹桃花 那如果女生想要吹桃花 就要左側的床頭 擺一支玫瑰一朵 擺一個吹桃花 那既然會講說 那如果 他又靠牆 又靠牆怎麼辦 趕快 東西項 南北項 好 那再來 如果 你是同性戀者 男生吹桃花 女生吹桃花 就是同性戀的話 同性的伴侶 就看你是當男生或女生 一樣 當男生的就吹桃花 當然吹右邊 當女生吹他就吹左邊 這樣有條件嗎 有哈 好 你有沒有前衛人 這樣人真的也是很好 我本來就是好好閒身啊 對 這樣聽起來 屬租的是 2018年冠軍的概念 沒有 桃花比較旺的概念啊 是喔 但沒關係 桃花不順 感情不順 工作不順 沒關係 怎麼說 明天快到了 喔 大年出事很重要 出事贏財神 真的真的 你覺得今年大年出事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對啊 你都一直跟人家講說 今年什麼 就是工作上大家要走一趟 我們應該這樣講 如果房地產 老師在預言 就是狗年房地產 到年底 會有一個波段的低點 那你說波段低點 租年會不會蹦蹦蹦上 不會了 波段低點就持平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上下下 那這個時候 買房子 如果要買房子 當然就要看風水 當然就要找台灣首席風水大師 江波老師 既幽默又狗腿 這到年裡再說 我們先來蓋鍋 哇 還沒到 沒有沒有 老師那你這樣整體這樣好 今天就是把所有十二生肖 都大概解說了一遍了 大家會想要清楚 誰最強大 誰是冠軍 你自己的那個綜合評分 我們下一集再來說好不好 那好吧 那我們先講 講那個冠軍就好了 因為今年是狗年 讓他們開心一下 那去年有兩個生肖很倒楣的 屬兔跟屬雞的 屬兔跟屬雞 當然很倒楣的人 今年就會脾肌 就谷底翻身 脾肌太來 所以今年如果財運 各方面比較好的生肖 就是生肖屬兔跟屬雞的 這兩個生肖 今年有翻轉的一個機會 但老師要講的是 並不是所有屬兔跟屬雞的生肖 就已經很好 如果你是農曆 二月生跟八月生 因為二月代表兔月 八月代表雞月 如果你剛好是生肖屬兔跟屬雞 農曆的二月八月生的話 那恭喜你 新年一年財運很通 老師公道去當 要喝個水啊 對啊 水帶財 就在講錢的時候 你也在幫大家加息一下 沒想到是我自己喝水 我自己把財吃進去 那怎麼有一些什麼 吹財運的小片方 好 吹財運的小片方很簡單 請記得家裡要準備一個 像老師像類似的聚寶盆 所謂的聚寶盆是什麼意思 聚寶盆不能開口朝天喔 還要口開開吃不吃 聚寶盆一定要口比較小 這個叫口 口比較小 肚子要比較大 聚寶盆一定要是圓形的 就是瓦盆的形狀 不能是這樣子 然後是梯形的這樣 不能是朝天的 也不能是方形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一定要圓形 不能倒三角 當然不可能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圓形 就圓滿 你看我們古代的錢幣 這個金錢建設錢幣做的 古代的錢幣也是圓的 孔方胸 現在的錢 也是圓的 圓的錢滾錢的意思 所以請記得聚寶盆一定是圓的 所以不能是方的 不能是倒三角 這樣一定接不到 為什麼 上面記得很多 下面很小也不好 那如果這樣子肚子又很大 三角形也不好 為什麼 三角形不會轉動 所以大家 大概有人喜歡用那個 檢疫的那個 就是像盒子的幹嘛 也要選很圓的 當然是啊 好 如果聚寶盆你又覺得不夠 但是我們還已經沒講完 準備一個聚寶盆之外 你要記得 利用過年期間 跑各大廟 跑六家廟 那廟裡面的主廚 族群一定都有香灰 可以用一個紅包袋 所以紅包袋是非常好用的 準備一個紅包袋 在廟裡面 跟神明講說 希望神明保養你新的一年 財運亨通 可不可以保個筊之後 比較香薄來蓋 蓋蓋之後把這個香灰 放在聚寶盆裡面 可以招來一整年的財運 所以老師的聚寶盆裡面 除了錢幣 你看 老師你看 鐵蒜盤都有 精心計較 又防止人家劫財 你看 鐵蒜盆都有 還有哇 好酥 老師教了大家這些小胚口 你看他今天都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所以新年年 教這些開運的方法 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這樣還不夠怎麼辦 再加你一個最強的偏方 這個偏方你看 老師要說就都會給到 為什麼 平常是不能說的 好 好 準備 50塊 10塊 1塊 1688 一路發發 好 準備個陰陽水 準備個鍋子 這個鍋子當然 這個鍋子也要圓的 圓的鍋子 圓的鍋子之後 把1688塊放在 假設這個是鍋子 是 放在鍋子裡面 加入冷水 再加入熱水 再把陰陽水 把它煮沸 煮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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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沸滾了之後 把這個水倒出來 放在一個容器裡面 集水集水 就是 告訴你如何 做真正的柴水 一般我們可能到廟裡面 到陰陽去取出所謂的發財水 發財水可以自己DIY 那這個水呢 陰陽水煮完之後呢 倒起來 把它冷卻之後 把這個冷卻水 拿去廟裡面過這個爐火 再拿到家裡面來 各位 居家或是公司的 東方五行屬木 北方五行屬水 可以在北方 或是東方位置 擺個像老師這樣的流水 這樣流水 這樣流水呢 把這個脊椎 帶在流水裡面 讓它滾動 錢滾錢 可以吹來一整年的 好的財運 人很好耶 大過年大放送 對 因為這個本來是奇門燉甲的一種 因為剛才攝影講說 他阿公還是他誰 知道奇門燉甲 老師其實知道也是非常多的 老師今天用專業的跟那個 老師只是真人不露相而已 還有他的長年以來 這個研究的那個經驗 非常多的那個寶貴的一些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今天就沒有保留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接財神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這天很重要 真的 大家大年出山也都睡很飽 大年出事這一天 一定要起大早 當然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早早銀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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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越早越好 對當然沒錯 就像大年初一出去燒香一樣 其實 有時候你像 中國古代一句話講說 早起的鳥有蟲吃 所以這個時候銀財神 我跟各位講 很多人以為說銀財神在家裡已經錯了 銀財神不是你們早上 生日拜拜 那是拜天工作 拜天工作三次工作 三次工作的意思是說 天工 天工 地工 母骨工 天工是最大的 三次工也最大的 天工做一挖 下面就是所謂的 三星道主 所以這個神明的階級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 天官 地官 居官 所以說很多 台灣道教的民間習俗裡面 初始這一天是非常重要 當然有人初始營財神 我們是初始營財神 有人說初五營財神 但初始這一天老是要跟你講 初始的時間是非常好 但是到底有多好呢 明天再說 對 當然是 我跟他講了明天就沒辦法 但是一定要講的 就是當年初始這一天 老師剛剛有開玩笑 應該是今年那個 正月期間 開 就大家講春節假期 對 初始 跟各位講 這個先跟他們講 因為他才能準備明天要 對啊 沒有如果我們 初始再講的時候都已經過了 所以 你只要講幾點就好 初始營財神 到底幾點呢 我們又不能隨便亂講 不是 你說開事啦 開事就出事啊 開事就出事啊 對啊 就是當年初始 開事的話 那開事的話 幾點比較好 細節等到大年初始再講 幾點比較好 沒有 我們今天要先講完 沒有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啊 時間到了 你要先講時間 讓他們準備就好 好 初始營財神 到底什麼時候最好呢 好 先講 現在要不要講嗎 講 好 好 其實初始營財神很簡單 早上五點到七點 但是我跟你講 五點到七點要選五點到六點 這是營財神的時間 最好的時間 一樣 營財神開事的時間 早上五點到六點 再來是七點到八點 九點到十點 十一點到十二點 是最好的是什麼 你剛剛排的是一二三四的意思 沒有 從早到中午 就這一段都可以 對 所以從六點 從五點就開始了 五點開始 一直到十二點 對 好長時間喔 就是睡飽飽趕快做好準備 對 沒錯 好啊 那就是要營財神 如果不然你知道時間了 那就要用自己的習慣 那要不呢 就是我們等到當年初四 再請江柏老師 跟大家講一下 好 開事還有營財神 要注意的一些什麼小細節 新年快樂喔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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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